美联储加息每股出现一个暴跌 比特币加密货币出现一个横盘的一个情况 总体来说的话 这波的一个加息倾向于一个利好的一个情况 因为加息之后没有出现一个极大的一个暴跌 一直是维持在2万美金以上 比以太坊的话更是在维持在1500多美金 所以说这一波的加息75个基点 没有出现一个暴跌 就是一个利好的一个消息 那么整体的一个行情的话 很快会出现一波的一个新的一个行情出现 为什么这样说 如果你也喜欢狼眼的频道 那么欢迎订阅狼眼的频道 那么大家也可以去点击我的简介栏这里 去加入狼眼的一个免媒电报群 也可以去下面有交易所的注册邀请链接 大家可以去用一下 那么现在的一个比特币的一个贪婪指数 是在一个恐慌是30维持一个恐慌 恐慌的话急剧一个买入的一个信号 是吧 囤批指标的话 也是逐渐是突破这个抄底线 准备去向上攻 是吧 那么美联储这一波加息之后 比特币的话和以太坊是先涨之后 出现一个下跌 那么也是符合整个市场的一个逾期 但是的话美股跌 比特币没有出现一个大跌 那么接下来的行情应该怎么走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一个盘面 我们可以看出来现在的一个盘面的话 比特币的话 是出加息之后出现一个上涨到一个20800美金 然后快速差一跌下来 目前的话是在这个位置出现一个反弹 收一个阳线准备去上攻 是吧 那么加息之后没有出现下跌 那么这一波利好肯定是逐渐去形成一个利好 而且12月的14号左右 那么12月加息的一个基点是预计在50% 就是1比1涌状态一种预测的一个情况 那么接下来后市如果放缓加息的话 那么比特币会迎来一波的一个小牛的一个启动 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对目前来看 那现在的话它的一个支撑是在一个19700美金92水平 比特币的一个支撑是吧 那目前来看的话 它的表现还是不错的 起码没有跌什么 这波加息没有跌的话 那么我们考虑一个上攻的一个情况 接下来的一个四小级别 那我们考虑去未来是突破这个上方这个高点 是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是吧 所以它一直能够站在这个2万美金 19700美金以上 那没有太大问题 或者说是直接在这个位置是上攻了是吧 在位置去上攻是吧 那么最好是吧 最好反正它都要涨了是吧 那如果现在去开开单的话 我建议是开多头 多头 可以在这片区域去布局一些多头是吧 这是比特币的一个情况 当然来到这个位置肯定要去止盈是吧 2万多美金 2万2千多 这是比特币的一个情况 我们来看一下 以太坊 以太坊的话 目前的话是在这个位置受到压制 4次去碰到这个压力之后 快速进行一个回调 目前的话是在这个支撑附近 当然下方更强的支撑是在1400美金这一带水平 然后因为的话它会在这个位置继续去盘涨 盘涨之后再继续进行一个上攻的一个可能性 在这片震荡直接是走出来这片区域是吧 所以一直能够保持1500以上没有太大问题 它始终会打破这个趋势线进行向上攻的 目前的话可能会在这个位置去震荡 震荡之后再去盘涨继续上攻是吧 上攻这个水平 然后再去回踩一下继续上攻 这种概率还是比较大 还是倾向于找一波的一个回踩之后继续去反弹 继续去反弹 是吧 那么有很多消息都说12月加息去放缓 那确实是给市场去打了一个强心震 强心震 强心震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莱特币 莱特币的话 我们去参与一波的一个莱特币 莱特币的话 目前的话是走出了一波上涨的一个行情 上涨的行情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之前低位的话 它已经快速去打破了这种趋势 已经被打破了在48美金 在这一片区域在54美金 这位置被打破了 那么这个支撑的话 也还是有这一片的区域 这个支撑还是在这里 那目前的话它继续反弹 上方的一个主力是在65美金 那么突破65美金的话 它会有一波不错的一个上涨行情 因为这个区间的话 从这个6月份到现在 已经差不多有5个月的时间了 只要它走去这个区间的话 莱特币的话 会走一波反弹的一个行情 反弹的行情 那么它上方的一个更强的一个支撑 也就是在涨个10%多是吧 这位置44美金这个位置 当然它涨到这个位置可能到顶的是吧 这片的一个反弹可能会 这一片区域已经到顶了 可能这一片反弹是吧 大家去注意它的一个反弹的一个情况 如果它解套的话 上到100美金的话 这一片区域会去解套 这种概率还是有 但是的话难度比较大 我更倾向于它能够反弹到90美金附近 是吧 这是莱特币的一个情况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熟悉的狗狗币 狗狗币 那它又出现一个插针了 什么 来回在这个位置去洗盘了 洗盘 来回在位置去洗盘 一直是反弹到0.15附近后 又下跌到0.12附近又反弹又下跌 来回在位置去震荡一段时间了 那就是洗掉一些合约式单子 很明显 这种操作非常正常 就洗掉一些合约的单子 那么能不能去持有狗币 我认为是可以去持有的 因为的话 它这个目标价格还没到达 0.2附近可能会去无限去接近 但是碰不碰得到 就看它的一个动能了 是吧 目前来看的话 还是倾向于一波的一个反弹 反弹 还是可以去持有的 因为的话 现在的话 整个市场是利好的一个情况 没有出现一个暴跌 那么就是一个利好了 短期内的话 我们还是要去测试 这个0.15附近 这片是吧 0.15附近还要去碰碰 现在的话 0.13还是比较低的一个位置 大家可以去低位去参与 没有太大问题 我们再来看一下 HT HT HT我说过了 它的一个 回踩到8美金之后 可以去参与 你看它参与真相来 快速进行反弹 如果你在下方的8美金附近参与的话 那目前的话 已经有10%涨幅 那么这昨天画出来是吧 昨天我画出来的线还是有的 回踩之后反弹是吧 快速进行反 超到目前的话 又回到一个8.87度附近涨幅 如果你在这个位置参与的话 已经涨了10%是吧 11%了 现在已经有 但目前的话 更倾向于它继续去反弹到上方的 这个11美金附近 那么接下来 在几周时间里面 可能会迎来不错的一个反弹的机会 建议你怎么去参与的话 还是你个人去参与 我只是提供一些思路 那目前的话 这个位置 8美金没有去跌破的话 那么还是更倾向于继续去持有去反弹 那目前的话 整个大盘的话 你看它没有出现很大的一个下跌 没有出现很大的下跌 是吧 都是可以去接受 都是在2万美金以上 一直是维持这个位置 几乎就是波动不大 波动不大 既然它加息波动的不大 那么我们是可以去有机会去参与 这一波的一个行情 相信在这个行情之后 会潜移默化的去出现一个行情的一个出现 所以怎么去抓住 是吧 那么大家如果不懂怎么去抓住这一波的行情的话 大家可以去点击我的频道这里 点击我的简介栏 或者是在我的每个视频的一个评论区下方 都是可以去找得到我们的一个联系方式 然后去进入我们的一个社群 好 我们今天的一个分享 先说到这里 大家每点关注点关注点的关注话 请分享给大家好朋友 好了 今天我们先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